这是我刚刚打印完成的机械金刚的零件 可以看到打印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表面特别的细腻和光滑 我建议大家打印的时候 在切片软件里面设置这种裙边效果 打印完成之后我们拿下来 底部也会非常的平整 当设置了这个裙边效果 也可以有效减少打印撬边的情况 而且也会增加我们打印的成功率 取摸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看一下底部特别的光滑 另外我建议大家打印的时候 用这个固体胶给它涂一涂 固体胶要选择这种PVP材质的 像这一固体胶最便宜只要一两块钱就能买到 然后我们打印完成之后 把这个底部给清洁一下 我们的零件就完全可用 这套机械金刚打印完成 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我们打印这个头部用的层高是0.1 而这种身体层高是0.15 打印速度是40 填充率25% 我会在评论区分享这套打印金刚的图纸 大家在网上购买或下载的 机械金刚模型图纸 应该是这种样子的 一共有80个打印文件 可以看到打印的零件数量是非常的多 也许新手朋友看到这里就要望而却步了 但是不要担心 我对它进行了整理分类 我这里还有组装图纸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组装图纸进行组装 其实特别的简单 而且我也按颜色进行的分类 相同颜色的零件 我们其实可以是放在一起打印的 就像这样子 而且我也分享了每一个零件的切片文件 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 放在内存卡里进行打印 并且我还标注了物料的特数 精度和打印时长 我这里有个机文件个人用 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 放在内存卡里 然后一个一个打印就好了 打印组装完成之后 就能得到特别帅气的机械金刚 就像这样子 我还有大概一天的时间 就能打印完成了 后续我会分享打印组装后的结果 大家期待一下 这些东西我都放在评论区 大家记得下载一下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